它叫蒙古沙鼠 目前飼養這個鼠子的朋友還是比較少的 它和誰比較香呢 可咱們這個幼年的八吃鼠還是有點香對吧 它是人人的 安全系數也比較高 從小養 養熟悉以後一般也不會咬人的 還是有一點點智商的我覺得 但和那個八吃鼠相比的話 還是要差很多的 當然從小的話也要稍微訓練一下的 像這隻沙鼠從小就沒有跟它建立好關係 所以現在是不親人的 比較危險這個就不能上手啊 看嘛看嘛對吧好怕人的 這隻呢算是養肺了啊 所以現在要好好的訓練這隻鼠子啊 拿去背它 背它 不哈 下次不 這個殺鼠是屬於群居鼠子啊 最好的情況下是養兩隻 當然養一隻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後期呢我會給它們兩隻和龍的 但它沒有蠶食同類的情況啊 所以它和龍一定要小心啊 這類鼠子呢主要是以觀賞性為主啊 所以以後呢會單獨給它們造一個大的景啊 盡情地觀賞它們 這個鼠子就不建議把玩啊 雖然這個八鼠也不建議把玩 但特別熟悉以後呢 偶爾玩一下還是可以的啊 對吧 小八鼠 看嘛還是可以的對吧 黑盤的 跟它們建立好關係以後呢 它們對你還是很信任的啊 就玩完以後呢給它餵點吃的 瓜子吃不吃嘛 吃嘛 小八你抓著嘛 要吃手 嗯你小子 只要不給它們造成實際的傷害 它們還是很信任你的 玩完以後 看到沒有吧 跟你 來 來 來 看到沒有 都在另一邊耍對吧 再把它們叫過來啊 去吧 去吧 過來了 嘿嘿看到沒聽 還是聽得懂話對吧 當然啊 交過來以後呢還要給它們吃的啊 不能那個烽火系諸侯 我這以後就不過來了啊 它們呢就是觀賞性比較強啊 隨時隨地 白天黑夜就能看到它們呀 很少看到它們睡覺的 當然 它們的互動性肯定是比倉鼠強太多了啊